你敢相信吗 古风实力者的位置居然有人评给了居静一 爱说谎的四千年美女VS全能偶像实力派 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她呢 哪一个才配得上古风实力者的称号呢 你可以怀疑居静一说过的话 但绝对不可以怀疑她的唱功 你可以讨厌她的做作 但绝不能否定她一路走来的努力 这首《探芸汐》是居静一位自己主演的电视剧 《芸汐传》所现场的片尾曲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中的推广曲《落花成泥》也是她唱的 她为自己的作品付出的努力和较真 足以证明她的努力和实力 这首歌不少明星都翻唱过 她的装造或许不是最华丽的 但唱功绝对是名列前茅啊 一袭红衣翩翩起舞 净显国风美感 虽然被拆穿说过不少谎言 还因此被黑到人人厌恶的程度 但她的重粉和谦和依旧没变 本思想听戏腔 她接着在浴室录制了戏腔版的《思念语》 说到谦和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江云生事件 就足以看出她的职业素养有多好 人当然不可能随时保持完美了 四千年美女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 可能她说话着实不着调 演技妆容也有一些千篇疑虑 但她对音乐的态度一直端正 每一次的舞台表演也让人挑补出错 说她是古风实力者 我可能真的忍不住会认可呢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关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